故事发生在日本南北朝战乱时期 两个被敌军追杀的士兵逃进芦苇荡 两人好不容易躲过追杀 放松下来准备休息 谁知草丛里飞来两只暗箭射杀了二人 从草丛里钻出来一老一少两个妇人 他们手脚麻利的扒掉了士兵身上的衣物 原来呢这是一对婆媳 老妇人的儿子被抓去打仗 偏偏人祸伴着天灾 一场双将让庄稼没了收成 为了逃生活呀 他们不得已做起了道师的生意 杀掉这些掉队的士兵后 扒下他们身上值钱的物品 然后将尸体推进深坑中藏起来 这些东西可以从一个叫阿牛的男人那里换来小米 他们做的一切只为活下去 等待着儿子能够早日回家 靠着这样的信念 婆媳二人在乱世中相依为命着 然而一个士兵的到来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士兵名叫老八 是婆媳二人的邻居 此前和老夫人的儿子一起被抓去打仗 看着老八恶极的样子 老夫人让儿媳给他盛了一碗粥 最后打听起自己儿子的状况 老八说现在外面有两个天皇 一个是京都的天皇 一个是驻扎在极野山的南木 他们一开始帮天皇打仗 但是他们的部队输了 幸存者都被抓去了南木的部队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只是同龄者的战争 对他们来说 连自己是替谁卖命都不清楚 不过是为了活命而已 三天前他们的军队又遭遇了重创 撤退了路上 他们去偷吃一户农民的粮食 结果被一群农民攻击 老夫人的儿子就这样被活活打死了 只有老八一个人逃了回来 得知儿子遇害的消息 婆媳二人难过不已 但老八也算是壮实的男丁 有了他的帮衬 婆媳二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他们终于久违的吃上了烤鱼 但老八也不是无缘无故对他们好的 老八看上了年轻的儿媳 时不时来撩拨调戏一下他 还要他晚上到自己的小屋 婆婆看出老八的心思 告诫儿媳离老八远一点 一开始儿媳并不搭理老八 但久而久之他开始弄谣了 他已经被老八吸取了目光 而且他的丈夫已经死了 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想到这里 他再也不能压抑内心的欲望 趁着婆婆睡熟跑到了老八的草屋 就这样两人私混在了一起 但很快婆婆就察觉了两人的秘密 这晚儿媳又趁着婆婆睡着 去和老八相会 但他不知道婆婆是装的 他前脚一走 婆婆就追了上来 婆婆透过缝隙看到屋内缠绵的二人 他极度的发疯 但无奈只能抱着树干发邪怒火 第二天他找到老八 让他离儿媳远一点 如果他实在缺女人 自己可以奉献一下 但老八嫌疾他年纪太大 还说如果他答应两人的事 他可以给婆婆好处 但儿子死后儿媳就是自己的一切 婆婆害怕让儿媳嫁给老八 他会离自己而去 到时候自己一个人还怎么活下去 所以他说什么也不肯答应 这之后他紧紧的跟着儿媳 生怕二人继续往来 为了稳住儿媳 他说等战争结束 会为他找一个好人家 并用传说来恐吓儿媳 要是和夫妻关系之外的人 发生关系死后就会下地狱 看着被他吓住的儿媳婆婆得逞的笑了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当晚儿媳又忍不住跑去找老爸 半夜惊醒的婆婆正准备出去追 却从门外创进一个戴面具的武士 武士也是从战场上逃回来的 路上和自己的同伴失散 迷失在了芦苇荡里 他请求婆婆为他带路前往京都 迫于武士手中的武器要挟 婆婆不得已只好为他带路 路上他问武士为什么戴着面具 武士回答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可怕 然而再可怕的面具又有什么用 如今他的部队还是战败了 婆婆说这是上天在惩罚他们引起了战争 武士说是因为他长着一张英俊的脸 为了保护这张脸不受伤 他才戴着面具 婆婆十分好奇 作为带路的报答 他想看一看武士到底长得有多英俊 但武士说这是他无法承受的美貌 于是拒绝了他的要求 愤怒的婆婆将武士带到了那个大坑 武士一脚踩空掉了下去 但他还是很好奇武士的长相 于是去到坑底揭开了武士的面具 然而看到的却是血肉模糊的面容 之后婆婆离开了大坑 顺带着拿走了武士身上直前的东西 以及那顶面具 晚上他戴着面具出现在儿媳必经的路上 扮成鬼怪阻止他去找老八 果然成功将儿媳吓住 就这样儿媳老实了一段日子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忍受不住寂寞的儿媳终于忍不住去找老八 婆婆再次戴着面具出来吓唬他 就在这时老八出现了 眼看着儿媳扑向老八 婆婆只好无奈作罢 一夜疯狂过后 老八和儿媳告别 临走前 老八让儿媳搬到自己家来住 很显然呢 相比起来老八是个更可靠的支柱 但儿媳害怕这样 自己会受到神的惩罚 老八告诉他那些都是假的 并决定明天就带他逃走 之后两人分别回到家中 老八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一个士兵在自己家偷吃东西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对方就一刀刺中了他 另一边儿媳回到家中 发现婆婆正戴着那顶面具 这才知道原来鬼怪是婆婆 为了骗他离开老爸而假扮的 得知真相的儿媳十分愤怒 婆婆痛苦地向他下跪道歉 说自己因为欺骗他 已经受到了惩罚 这顶面具啊 不管怎么样都取不下来 儿媳看着痛苦的婆婆笑了起来 说完他准备转身离开 婆婆请求他帮自己摘下面具 并同意他和老爸在一起 儿媳这才答应帮他将面具取下来 然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面具也丝毫没有变化 儿媳只好用石头将面具砸成两半 终于面具被取了下来 然而婆婆的脸已经面目全非 这是那名武士对他的诅咒 看到这一幕的儿媳受到惊吓跑了出去 婆婆在身后追赶 大叫着 我是人不是妖怪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鬼婆上映于1964年 是心疼兼人的代表作之一 通过婆媳二人的生活反映了战乱 带给人们的苦难和不安 耸力茂盛 摇曳不定的芦苇荡 就像这个动乱不安的世界 所有的一切兽性和恶都在里面疯狂生长 人性已经被磨灭的所剩无几 每个人都变得自私和可怕 当婆媳二人为了生计奔波时 他们是和谐的 可当他们吃饱喝足之后 欲望也开始产生 人类始终逃不过最原始的兽性 或许只有深不见底的洞穴 才能填满两个字 然而洞穴下 又为了满足欲望 埋藏着多少罪恶的白骨呢 谁也说不清楚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这个电影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